昨天上交所发布了自律监管的第十号文 它相对的通告是对违规减持的情节严重者 可对相关的监管对象予以公开谴责 以前很多网民说曾经还相对的有一些处罚 为什么这一次只有公开谴责 首先我们要了解上交所和证监会是两个机构 那么证监会它是有处罚的权利 上交所是没有的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 这就好比是所有的上市公司等于一个住户 大家住在同一个小区 那么上交所只不过是这个小区的物业 它负责管理 那么这就可以想象 如果当业主乱弄垃圾的时候 这个物业难道可以拉着这个业主直接给他判刑吗 这是不可能的 你最多只能发布公开谴责 你连一些处罚的权利你是都没有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上交所到底是如何成立的 首先这个上交所 它是在1990年的11月26号成立的 而且它是受到中国证监会的监管和管理 它是实行这种资律管理的会员制法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 很多的上市公司就相当于 它是加入了这一个小区的住户 当这个小区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只能通过这种谴责的方式去提它的一些不满 然后处罚是由证监会 证监会我们也看到了 昨天的同一时间也开了这种发布会 就像昨天给大家去聊的这种证监会 全面的回应了对于IPO两融 坚持还有退市的这种重大热点相关的解答 其实也可以看到确实有一定的决心 但是现在只是口号的阶段 因为有的时候证监会相对来说的处罚 确实让很多人不满意 这就好比曾经的这种金灵通连续6年的这种财务造假 虚增了营业收入 可是最后呢 最后的话它只处罚了570万 但是这期间呢 整个的股东们套现了4.32亿 可以说这种情况呢 很多人就觉得这简直是处罚的太轻了 那么这4个多亿的套现到底如何解决 其实我们要了解到一点 很多的时候这种上市企业呢 我们要考虑到第一点呢 就是是否有资金转移 第二点它的企业呢 大约的员工是多少 因为现在今年24年的话 很多的企业这种员工的社保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的基础已经开始调整 然后呢 他们相对来说 一个员工平均如果不开工资 光这些无险的话 就承担的费用可能已经超过了1500块钱左右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基本目的还是要维持稳定 让很多的员工有基础的这种保险 再有一点呢 整个的上市公司为什么现在会持续的一直下降 第一点就是可能我们的盈利能力 或者是这些上市公司这种虚假的营增 再有呢就是相对来说的估值出现了问题 还有一个最深层的逻辑 最深层的逻辑就是 国家队为什么要去拯救股市 国家队不是慈善机构 那么他做空或者做多 其实都是有他的目的的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最大的空头是中信呢 因为我们的养老金入市需要有一个很低的点位 因为要确保养老金不能亏损 整个现在全国大约有将近两亿的退休人口 那么这退休人口持续的拿到的这个养老金 是如何从那里去产出的 肯定是从普通的年轻人 或者他的这种养老金的这种投资收益力 或者一些其他途径 然后有的人就觉得 我没有炒股 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个呢 整体可以说 全国有90%的各种投资理财 都是绕不开地产和股市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不管买的银行理财 或者是相对来说银行放出一些债款 很多的水都是流到投资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说投资是三驾马车中的一个 然后随着整体中国今年和去年的投资 都不太好的乐观的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大家都感觉钱越来越难挣了 因为你整体的投资是没有回报率的 就像深圳今天最近的话 这个一个公司相对来说那个投资的 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名字了 然后既然可以给到年回报率36%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 如果这个企业能连续的盈利30年 如果是真实的投资 那么它就是下一个巴菲特 所以说它是不太可能的 它就是一种庞氏骗局 最后落到的结果只是破产而已 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整体的估值法 一般对于企业的估值 相对来说是有八种估值法 第一个最简单的 相对来说就是市盈率的估值法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PE PE就等于是股价处以年度的美股的净利润 这种情况下它就是适合一些上市公司的估值 比如说有的时候上市 大家就是说给了15倍30倍25倍 然后整体评估同行业 它的PE估值是多少多少 这种相对来说 有的时候券商是故意提高价格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PB 也就是说市净率 市净率呢 它就等于是股价处于美股的净资产 然后呢等于这一个 相对来说它是这种偏向于传统行业的 可是你要知道 这种呢净资产也是不好统计的 很多的时候 现在上市公司有的时候 你能看到这种破镜 但是你会发现 它的净资产统计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股价持续的没有上涨 然后有的呢会有一种市销率 叫做PS PS呢相对来说可能会适用于一些 怎么说呢 拿这种京东和亚马逊去做比值吧 比如说这种PS呢 相对来说大于10的 可能是估值风险有点高 然后偏向于这种京东呢 可能它的PS估值是0.43 然后亚马逊呢是2.07 如果相同呢拿中国的企业对比欧美的企业 在同一个起跑线 京东相对来说是被一个低估的一个市值 还有呢就是这种PCF 也就是说视线率的一个方法 就等于是股价处于了自由现金流 当然自由现金流也意味着一个公司的稳定 然后有的第五种第六种呢 相对来说就是这种EV出以Ebit DAA或者是EV出以Ebit 这种呢就等于是企业的价值倍数 最后呢我们聊一下 就是这种SOTP的一个估值法 它呢总共叫做分布加总法 这就有点像蚂蚁集团 现在整个的拆分 比如说支付宝 然后天毛各种的拆分以后 然后呢重新的估值 然后上市 它呢是属于一种集团公司的估值 这种呢就是不适合作为一个单一的公司去评估 然后大家相对来说呢 去了解一些这些呢 也可以更好的去对整个中国股市做一个评估 然后明天的话 可能会赶一下飞机 下午给大家去更新视频